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一时间,台湾海峡战予密闭。1955年,我军抗战获得阶段性胜利。消息传到美国,美政府决定对中国几个战略城市直接实施核打击。1955年1月,中国提出了要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 1958年下,战功赫赫的冯石将军接到上级命令,协助制造原子弹。几天之后,对原子弹一较不通的冯将军,带着他的铁血军队来到了戈壁滩。火车一路向西,大地苍茫,孤烟鸟鸟,唯有战士们的眼里暗藏星火。 另一边,以刘美和物理博士陆光达为首的核试验人才,也从四面八方被召集到西北荒漠。陆光达的妻子黄如慧,因资本家的出生而受到了中国政府的质疑,被排除在原子弹项目之外。 当上级问陆光达,愿不愿意一辈子引进蛮名识,陆光达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 飞机飞过敦煌的上空,飞机上载着苏联来的核武器专家,他是来给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的。 他将原子弹的核心定在敦煌的土地上,卡丘莎的歌声毁荡在茫茫戈壁上空。 行军的帐篷里,冯氏并不同意苏联专家的方案,轮化文化宝贵且场地太小,无法容纳中国原子弹的千万端极的当量。 两方人马不欢而散,冯氏决议一路相惜,在罗布泊重新找一个靶场。 1958年冬,死亡之海,罗布泊,纵横南北十万里,赶万金为何乡人。 历经风沙之后,方士等人终于在罗布泊找到了原子弹项目合适的霸场。 向天鸣枪,定计的重锤敲响,罗布泊将要上演一出好戏了。 1959年6月,苏联中断了协议,撤走核武器专家,送行晚会的那天,天降大雨,苏联专家告诉陆明达, 伞总是掌握在高个子手中,这时,一阵乱风,专家手中的伞被吹走了。 晚会上歌舞升平,屋外的垃圾桶旁,苏联专家和助手正在焚毁稿件, 他们就要撤出项目回国了,重要的资料宁可焚毁,也不能让中国得到。 专家前脚刚走,中国的研究员李亦凡立马扑到垃圾桶旁, 拯救了还没有完全被毁坏的资料。 一行人在房间里偷偷将稿件拼奏出来,这时,苏联的专家来了, 他与李亦凡辞行,率杯祝福,并表示,以中国目前的水准, 得花两年时间才能将资料上的数据计算出来。 至此,苏联对中国的核指导全部中断,中国的核武器研究因此瘫痪。 深夜,陆光大回到阔毙已久的家里, 自项目开始,他与妻子已13个月没有见面,为了原子弹,所有人都付出良多。 五九年六月,苏联人走后,中央决定将云子弹工程代号就叫五九六。 从此,中国人将完全自主地研制原子弹。 在罗布波,一群刚下来战场的士兵,又战上了新的战场, 抖风沙抗炎寒,巨大而沉重的岩石, 一下下地在荒芜的戈壁航出一片平地。 而在北京原子能研究院, 以陆光达为首的科学家们正紧锣密鼓地演算着。 计算机只有一台,一群人挑灯夜战,夜以继日, 生生用算盘算出了结果。 数据出来了,陆光达来不及与妻子息息道别, 就启程前往西北基地。 至此,陆光达与冯氏将军, 两股代表性的力量在西北的罗布波成功汇舌。 号角声响起,艰难的核武器研究正式拉开序幕。 在基建厂上,民兵团员违反施工要求, 用盐碱水搅拌混凝土。 陆光达将项目喊停,要求冯氏用淡水施工, 严格按照工程要求来做。 西北荒凉,用水困难, 逢时只得将所有的车全部调动起来, 到几百公里之外的深火区调水, 一颗不停地运回基地。 夜里,陆光达要求将违反施工纪律的士兵, 剔除出项目组,逢时大力阻止。 在这里,人人都对原子弹有深刻的期待和感情。 在这结果眼上撤掉战士们, 是等于往战士们心里捅刀子。 二人争执不下, 这时,工兵团的团长站了出来, 他要求上级撤掉自己来承担过失, 将部队留下, 为原子弹项目留下一面旗帜, 口号声冲破雨声, 直入人心。 陆光达将红旗扶正, 部队继续冒雨施工。 深夜,陆光达来到逢时的帐篷里, 二人屏住夜谭, 画干戈为玉帛。 1962年下,原子弹爆轰试验成功, 西北的项目紧张地推进, 在北京, 王儒惠接到中央的邀请, 邀请他出任原子学教师, 为组织里的领导上课。 陆光达启程回京, 临行前逢时和他道别, 要求他给一个投篮的准确时间。 西方的包围日益紧密, 先在中国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舰摇摇欲坠。 中央决定, 1964年底爆炸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 时间所剩无几。 陆光达回到西北基地, 告诉房时他要投篮时间回来。 就在64年底, 此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 基地的粮食被洪水困在了河西走廊, 基地内的粮食储备所剩无几。 以陆光达为首的知识分子, 拒绝了组织先保护知识分子的决议, 与基地的官兵们一起吃树叶, 啃树皮, 困难像魔鬼一般张扬无爪。 断粮的困境里, 陆光达对房时说, 人是需要精神的。 战士们以歌声对抗饥饿, 观看上甘岭的电影激励自己, 对抗困难的封杀。 陆光达因营养不良而双脚浮肿, 逢时将自己的布鞋送给他。 此刻, 友情向清水洗过细沙, 露出真机来, 就记得粮食终于抵达。 这天, 天降暴雨, 陆光达正和战士们一起 抢救被水淹没的物资。 狂风, 暴雨, 戈壁乱石。 陆光达一回首, 竟看到了妻子黄如慧, 二人情难自禁, 相拥在一起。 夫妻俩难得相聚, 默默相顾无言。 岁月带来了白发, 也传销了爱情。 铁轨上, 精密的仪器正缓慢地运往轮固坡, 路上三步一哨, 五步一岗, 只等待仪器到达基地, 进行阶段性实验。 此时, 陆光达回到北京开会, 在北京机场, 他遇到了毕业起, 就留在美国发展的同学夏世忠。 二人友好问候, 这一幕, 却被有心的美国记者拍摄下来, 发到报纸上, 配上诸心的文章。 陆光达因此被组织怀疑泻密, 被排除在596项目之外, 冯氏为陆光达的盟约而不愤。 更糟的是, 基地里李一凡因为长期服案, 鸡劳成疾, 吐血病倒了。 冯氏只身来到北京, 为陆光达担保, 被首长一顿狠批, 项目正在关键时期, 不能离人, 冯氏内心苦闷, 却也只能离开。 飞机上, 不抱希望的冯氏, 再次见到了陆光达。 这对搭档终于再次重逢, 基地里的战士们, 拉歌欢迎陆光达, 响亮的歌声, 会荡在茫茫的戈壁上空。 1964年9月, 各校验物分队, 进入了试验现场, 基地背后的山坊上, 逢时问陆光达, 没有像同学夏世忠那般流美发展, 错过诺奖提名, 是否会后悔。 陆光达回答, 他愿意一辈子隐姓埋名, 君子一诺, 令人动容。 1964年10月15日22时, 原子弹装掉 10月16日, 安装人员撤离, 在一声声紧张的倒计时声中,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 试爆成功, 一声巨响, 自西北的戈壁传来, 巨大的蘑菇云, 撑起了天空, 中国在这一刻, 终于又一次发出了对世界的呐喊, 无数人的心血和牺牲, 终于在这一刻, 真正地令中国人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这个超级大国真正地横空出世, 家国风雨飘扬, 原子弹威胁在旁, 坚韧的国人迎着风沙前往, 那一片代表和平的故乡, 铁与血书写的过往, 不让后世人再品尝, 可敬的先辈们啊, 飞天也为你们擒奏鼓响, 列强的剑斩不断国人的脊梁, 在一声惊雷里, 星火共昭阳, 大漠乌烟, 星火点点, 永恒的太阳像一面鲜红的旗帜, 指引着你我的精神, 无论是陆光达, 冯时, 还是李一凡, 黄如晦, 又或者是千千万万个, 没有姓名和面目的开创者们, 在茫茫戈壁, 他们都是真正以奉献自我, 为国为民, 为信仰的, 先辈们, 以血汗泪水, 为后世开道, 无畏来者之多间, 是真正的虽千万人, 吴王矣, 一声巨响, 从此将中国的历史, 分成了两节, 告别鸡贫鸡弱的过去, 中国终于横空出世, 中世, 飞汽玉笼三百万, 搅得周天寒彻, 故事配老酒, 明昭在举首, 生活时藏在电影里的诗, 故事时藏在诗中的风景, 我在等诗, 也等你。 我的家在诗中的风景, 感谢观看